我一直在四處走出自己的世界 我還是挺孤單的 你失敗了很多事情 對 什麼樣的事情 就覺得數學它是一個 能夠讓我心裡安放的空間 他們期待的柳志宇 可能是我沉浸的樣子 我當時是慢慢地覺得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很想為自己去選擇 去嘗試一次 我自己其實這麼多年來 所探索的道路 無非就是助人和成長 對我來說它的吸引力 應該是永遠不會退色的 感謝大家的等待 馬上開始 劉老師馬上就到現場 把身體的感覺還給你 看看你的問題 在身體上 我們要幫助女生 我們要幫助女生 去幫助女生 就是整個前後順序都可以調 現在主要還是 心理方面的一些諮詢 还有一些咨询师培训的课程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心理方面的人才 心理咨询呢 它并不是解决来访者的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而是通过去帮助来访者进行心理探索 让来访者的在心态上心理上获得一些改变 来去间接地帮助他改善他的生活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是心理处人 这样一个行业 那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见到很多人内心很真实的一面 这一面会让我深深的震撼 我也会在和他们对话的过程中 感到一种和他们的连结和同在的感觉 就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共鸣 因为我从小是比较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从小都不太喜欢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玩 我觉得他们很幼稚 就觉得数学它是一个能够让我心里安放的空间 是数学让我从那种很庸碌的生活中间抄拔出来 它给了我一个空间 一个成长去向上发展的空间 就让我有了一种向上生长的渴望 我有一个数学老师他告诉我 他们发表一篇论文 可能在全世界只有20个人能够看懂 所以他自己也感到有些迷茫 就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数学也包括很多的学科 它发展到一个很细致末节的程度 它是远离生命 然后远离这个大众的 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比赛 它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失去很多其他事情 你失去任何其他事情 是的 什么类型的事情 像一个生活的一切 一个良心的感觉 因为你很精彩的时间 就是完全浸泡在那个考试成功还是失败 高分还是低分的 这样一种评判之中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还是内心它是很焦虑的 然后会有一种很深的害怕自己被否定 在教育中间被 就是说失败 害怕自己一事无成的这样一种担心 我当时是慢慢地觉得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感谢大家的等待 马上开始 刘老师马上就到现场 其实我觉得要辩证来看待有用和无用 当一个人特别追求有用的时候 他往往就非常焦虑 老是会去评价自己 我今天做得好不好 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用 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到了青春期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挺孤单的 我需要小伙伴 所以也是青春期之后 开始去走出自己的世界 其实如果我们特别需要去帮助他人去爱他人 可能恰恰是因为自己需要爱 我们希望在把他人变好之后 然后他能够爱我们 能够和我们建立一种连接 就是以前有一件衣服是这个一套 就是那个外面破了一个洞 那是因为我以前这个经常心脏不舒服 然后就一直按摩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网友送给我的东西 还有这两箱可能是来的 他们会很关心我 希望我能够吃得好一点补充营养 我理解他们就是很爱我 就是很希望我能好 身体能好一些 每当这个时候也是会感觉很温暖 我来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孩子的妈妈 还有就是给孩子做咨询 有的孩子会告诉我说 这个游戏是他生命中间唯一的一个判统 因为其他的事情对他来说都压力太大了 学习带来的这种挫败感 站在孩子的角度上面对现在压力这么大的一种 这么卷的一种社会的环境 他其实已经尽力了 有一个母亲她就是那种 整个面目表情都皱成一团 就是会说很多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有的家长讲了讲了还会哭出来 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不管是在亲子互动中间 很多时候是父母不能够容纳孩子的看法 我经常对家长说 家长要做孩子脚下的大地 要做他牵强的后盾 而不要做孩子的那个龙头马鞭和江绳 我刚才还看到有几个网友一直在这个批评我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个网友 对我这么不认可还一直在听我的直播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角度的切换 所以我刚才突然我会有一种非常感人的一种想法 不用这种方圆大用 这个不是装置的原话 经营一个公司的部门 然后要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往前走 其实要考虑的现实的因素还是很多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 你要把你热爱的事情做好 你就不能光做这件事情 你要照顾到很多周边的事情 他考验的还是一个中和的能力 那可能是能够再给双方都再增加一些收入 我首先说一下 我可能还需要再跟那个严谈团队再去 嗯嗯嗯 这不也是吗 那就只能是说 比如说这本书的流量起来之后 那就先这样 好拜拜 好的 我觉得就是继续往前继续往前走 就沿着现在的道路 然后这件事情 如果各种条件因缘顺利 就把它稳步地做 越做越大 如果因缘条件不顺利 就收缩减少 尽力而为 但是呢 也听凭天意 干啥不是活着对吧 尤其是在心理这个领域 我觉得 比如说就凭我自己做咨询 或者讲些课 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或者说 富贵之渴求 也虽直编之事 无以为之 就是去当一个马夫 公子也愿意改 只要是符合自己本心的 都可以做 内心的一切东西不能变 但是外面的部分是可以取决 所以这个场子的过程吧 因为也有一些人就喜欢 喜欢给我画一下 他们期待的那个柳志宇 可能是我曾经的样子 但不一定是我现在的样子 那一面还有 但是其实我现在更希望去展现出 那个能够比较贴近大众的那一面 如果是从外在的参照器来看 我确实有出家也有还俗 有上山也有下山 但是如果以我的心为参照器 它至始至终都是这么真实的一颗心 这是最开始的 从接触数学 也是渴望自己能够成长 渴望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 渴望与更多的人能够有链接 然后到后面走出自己的世界 学习去共情和倾听他人 我只是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像一棵树它慢慢地长大 它经历着春夏秋冬 但它始终在这里